TV1号台裁判员杜环玉 记录裁判员张宝 周世龙 运动员唐春晓 吴浩 现在比赛开始 唐春晓 1号 5号 双云友争得开球选择权 听我口令同时出干 准备 3 2 1 开始 5号 获得开球选择权 3 2 1 开始 3 2 1 开始 比赛开始 第一局5号开球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观看2018小事碑 中士台球国际大人实赛比赛 修锤战现场 这场比赛是由来自于辽宁的5号 对阵 我们的女子球员 长春晓 比赛现在赛制跟时间也是有了 变化了 现在是强久的比赛了 实习局强久 限时100分钟 男子与女子球员需要有后面一颗球 需要去让 先来看一下5号的 选球 也是在做一些规划 对自己后面球的球路 包括白球的位置 10秒 那现在这杆球一上来 还是说前面就去想 用这个5号右边中带向下 帮4号球这边呢 去解决开这个难点 角度稍显大 它还能薄 而且有机会去带 直接带或者从下往上钩 你这样的打法都是可以的 这杆球打薄了 唐春晓 这位女子球员 这位女子球员在这两年的表现也是非常突出 而且她是 是从咱们的中日八球的 名将 郑宇波 首先9号 左上角 没问题 我们来看看中带的14 我们从画面上能看到 这个8号球还是在这个中带带口附近 没问题 打进 看白球现在的位置 7号 红3也是挡住了一部分花球 三期缝隙中间 看看屏幕左边的11号球 组合 传球 有没有机会 没有的话 还是一定要做防守 尤其是防住 5号在屏幕右上方带口附近的2号球 感觉有点轻 这杆球有可能2号是漏了 这杆球有可能3号 中带借力 这杆8号球借的太正了 那么右边底带12号球漏机会了 多少代谢低杆 一定要发点力量 右边过来 右边中带可以选一颗 感觉上右边中带有一颗 或者是右下角底带的15 都可以去选一颗 作为放弃不去打的一颗球 来看现在这个位置 三颗球 右边选两颗放弃一颗 那么打11 看来这个角度是一点点向上 低杆向后来继续叫13 然后打13轻轻往上推 最好能敲正 就是敲整颗的这个红三 不然的话就需要下比较低的低杆 从729的左边过来 顶到7 看这位置 相当好 一句唐晨小胜 一分一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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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 第二局 唐春晓开球 第二局 再来看唐春晓的一个开球 15号过线进球 算两个球四 那么来看定点一侧 单色 王一选完 左边边库的四号球 可以作为放弃的 那么下面二号直接往上打 那这番球后面里边的两个小难点 就分别是七号的准度和五号的准度 花色球目前 从这个画面上来看 一上手是不太好选 基本上是定了 选单色 十秒 延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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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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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还需要准多 好球 八号右下角底带 还是够下 非常稳定 第二局 唐春小胜 比分2比0 开球青台 谢谢 三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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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第三局 吴昊开球 两盘球 吴昊有上手 但是最后还是唐春晓抓机会拿下 分数 这一盘一上来又是开球实际 花色球一上来 上方带口的11号球 从画面上能看到 在6号球附近的13号球 是可以作为减调的 那么你后面的10号球 12号球的一个衔接很关键 尤其目前我们不太确认 这个12号球左下角 感觉上这个10号球的左下角是没有的 而且12号的右下角也是没有 那么这两个球最好的较位 就是较右边的带口 尤其右边中带 15号 白球 向屏幕的左边走 看有没有机会直接单叫一干 还是带到10 那么现在进攻 10号是没有了 长台 14 还能拼一干 然后后面再利用10号的左边抵带 过度12 10秒 延时 这个还是打得比较厚 那么现在这个局面显入到了一个控局的界面 因为双方的这个位置 尤其是5号 是没有什么特别好进攻的球 肯定是要上手先去做一些控制和防守 争取将自己的难度球 然后并且将白球控制住 打4 左下角白球可以横向的弹裤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唐人小也没什么好进攻的 对于是5号 控局阶段 5号这边也是在量 如果打2号球呢 白球往5号的右边来放 争取坐上防守 对手应该是没什么好的机会 放到这个位置看看14 从上方的大缝隙往下来看 14左边底带 擦一下白球 十秒 中带打进 下方有2号 整盘球里面现在目前的6号球 跟黄仪也是难度球 这两个球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带口 可以进攻 附近背对方的花色球 包括黄仪左边有黑巴 挡住了进攻的中带 看2号球角度 一点点像屏幕左边 现在支持 打4项屏幕的左上方走 平起来看看这杆 有机会可以单独叫一个 黄仪右边中带 甚至于说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想法 因为毕竟你要先来化解6号跟黄仪 然后其他的单色球 是位置比较开放的 还可以交位 抬高杆尾 直接短次向上去顶 对方花球顶走 没有打劲 好球 非常准 中带绑的 而且肩带的角度也合适 争取 毕端6号球 单独叫到左边中带 只需要打进 停在那里 8号球右边中带就可以了 三局 唐真小胜 一分三比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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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开球 有球近带 目前前面三盘球一直是唐春晓 战局主动 其实在进攻环节上做得非常好 准度还是比较稳定 这边反观五号还是有些进攻上的失误 并且没有太好的机会上手 控局的环节到最后抓住机会还是有些失误 唐春晓进攻 左边十号球刚好在缝隙五跟十四中间能看到九号右边的底带 整盘球里边的花色右边中带上方的十三可以作为一个剪掉的一颗 放到这儿 争取先白九号球打掉 后面的十四右边底带的带口也会让出来 但是这个位置其实也是个两可的球 比如说有想法呢 十四号也可以叫中带 而且这根白球可以往上走 对 叫到十四号中带之后呢 白球往上走 争取叫十一 叫十一左边中带 然后叫出一点点向下的角度 或者比较直 去衔接左边的十二号球 硬大务小 比较直 轻推推下 十二号 左下往底带 然后再打十二号 高杆往下走 来叫八号球 看角度 角度大呢 有可能会带一些左菜高杆 确实啊 角度还是有一点点大 前面这个角度没有较好 这根左菜的高杆是没打劲 来看啊 这一盘 唐春晓胜一颗球 五号来控制局面做防守 一杆不够啊 本一还是想坐到八号球的右边 坐上斯诺克 看一看这个位置啊 唐春晓会不会薄劲 笑好呢 非常准 回过来还有一个黑霸 同样啊 也是包球 加干 有难度啊 这盘球 还是打后 但是停带口 等于说挡住了五号的六号球进攻 来看五号的一个选择啊 左边中带二号球有机会打 留一个五号球向下的角度 是有机会去叫六号球的左边的带口 甚至于说 将六号球呢 败出来 因为这个局面现在已经是 算是给五号一个进攻的机会了 看五号选择攻 还是选择防守 推的稍稍有点过头 不过没关系 这个意思就是很明显了 上去先把四一打掉 然后用五号向下 这个位置其实就挺合适的 这盘球的位置 如果再打黄一叫 还像类似于的这个角度 叫过来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中带 好球 中带又是没有打进 又是给了唐春小机会 第四局 唐春小胜 一分 四比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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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 第五局 五号开球 也是因为前面呢 出现过开球失机的这种现象 所以五号加大了开球力量 但是这杆球呢 还是没有球近代 并且现在比分也是落后了四分 那么17局抢九的比赛 又是唐春晓的上手 这盘的单色位置也是相当好 我打进上来 先把四打掉 五号都不用去管 打四呢 看看往下来较 然后下面中带可以衔接 一二 后面的黑八 那两边底的都是可以去较位 好球啊 那么这一看 打七叫三 三叫一 一叫二啊 甚至于说你打七 低杆过来 先叫二啊 都是可以 这几颗球的位置是相当不错的 关键就在于一号球啊 毕竟黄仪的左边是有一个对方的十号啊 有可能会形成一定的线路干扰 然后就准动 继续有角度 地杆停住或者是中高杆从右边边后 弹扣起来叫黄仪左边的底带 有向上的角度 中低杆往上蹬 比较直往后拉 可以一巴叫同带 第五局 唐春小胜 比分5比0 谢谢 谢谢 第六局 唐春小胜 再回来看唐春小 7号 还有金带 白球 停在了屏幕的左下方带口附近 这个画面非常清楚 能看到采盘员 在取掉这个摆球纸的过程 上来选球 黄仪右边底带 只要小心啊 第二库左边中带避开 不要掉带就好了 轻轻打再过来 6号 这一盘里面还是啊 比较难的球 就是上方的四号球 而且还有下方的二五仙界 五二之间呢 可以有些做组合 或者右边底带 这样的一个想法 而且它附近是有红三 可以作为一个 K球或者衔接的一颗球 看缝隙里 十四 八号 缝隙中间的二号 如果能看到的话 稍稍带一点点中梯杆 往平面上方 将十号球顶走 五号球让出来 这个位置 十号刚好挡住了一部分的左边位置 跟你说你打五 是不能往屏幕的左边推很多的 限制了这个红三向上的角度 十秒 感谢观看 好球 再来 左赛 看这个角度 如果能往前推一点点 8号叫中带 我这个位置呢 高杆走两裤也可以 我直接弹右边边裤起来 叫中带 发力就是走三裤 叫同样5号底带 还是发力 看看位置 还能打 1比5 5号胜 1分1比5 谢谢 2比5 农夫山泉矿泉水 长白山的春夏秋冬 第七局 五号开球 上一盘 五号也通过了自己的一个强行的突破 拿下了一分 看这盘子开球 中带 底带 有球进 白球 停在了屏幕的开球线上方 首先来看五号的选球 中带 底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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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打打进 组合了一个中带 这样的花色球 但是这盘球明显是为了想要中带能够包进 然后摆出力量有点轻 10号球的右上脚底带是叫得不好 叫得太大 还需要用其他球再来过度衔接 继续再打9 这盘球可以利用一些低竿减速 叫屏幕下方13的中带 还是走两户 那么再来看10 既盘完全可以进攻了 看看13是不是上面中带也够 如果够的话直接地竿轻轻的 从右边边扣 弹裤起来 中带就可以进攻 然后一次往下 用15号叫14的左门中带就可以了 最后用14叫8号右边的底带 这杠杠法不需要很低 因为你先要叫到8号球附近的那一根花球 看角度 把黑带往后或者往右边稍稍带一点点 还是轻轻地把这个位置轻轻敲一下 敲一下 中带 再来 黑带 办案回忆分 五号胜 比分 2比5 开球青台 谢谢 谢谢 第八局 唐纯小开球 没有球近代 白球呢 在左边中带附近 局面炸的并不是很开放 因为分别有三三两两的球 形成了一个小球队 顶颜色下方 12号 左边底带 单色是没有什么特别好打的 一些球 10秒 延时 放弃了 放弃了 下方12 左上方 来看15号球 打进 这个位置等于说 就给对方打了 而且 唐纯小这边是有一个后一 可以不用去管 那么 关键看 唐纯小也在看 10号球 2号球 相贴的14 基本可以作为 首先是制约对方进攻 然后其次就是作为自己减掉的那一颗 15号 想要白球下来 要打薄一点 白球 从那方向来看 12号的右边底带 还有机会可以打 并且 高杆向前 轻轻有机会可以敲6号 下第一杆就直接往上走 耳下低杆 没有问题 打进 后面还是有难度球10号 反复再看白球位 这个安打11 从下面绕两扣上来 看看会不会直接尝试的 去叫一个10号球的右边底带 还说用高杆过来顶一下 看看位置 顶到13 10号球 13 13号的右边中带 也是有的 打实 有想法可以稍稍带一点点滴感 刮着黑疤包边往上走 同时可以交到9号球 因为你这个黑疤如果不带的话 下边刚好两边底带 是被对方的单色球所挡 控制好力量 太厚了 焦来并不是 对方的状态 就是 这种座 sculptures 像被绳状hur 小不会转出来 Entrepreneur 或者数码 我们可以 下来 看到 剩 反过来五号进攻 五号打进 那就过来 因为现在单测进攻上的位置也不是特别开放 尤其在右边中带附近 二号是跟对方十次有点相贴 而且右下角抵戴了对方的代口十号球 五号看看前面会不会找一些其他球 把对方的十号帮进 并且做一些防守或者斯诺克 争取把局面主动权给掌握回来 甚至于说通过一些精准的K球 把局面打开 中带又是没打进 这个位置单打九号有可能是看不到 如果看不到 十四号可以去传十号球 正对于说 来看看这个右边的边空位置 单独过来去扫 或者勾这个十号球 还是不太好打的 需要用些干法 传 没有传进 这样的话也是给五号的这个局面打开了 而且二号下边的中带后面可以去交位 现在最好的七号球包括右边下方的三号跟黄一 也是有组合 这对于五号来说非常好机会 并且现在比分呢也是落后啊 这一盘如果拿下了啊 将比分将会再追进一分 下的一竿轻轻船 左边四号球 高竿推过来 打三往下走 后面可以用六号球去衔接二号的右边中带 然后再反向叫 可以把左边的底带 角度合适啊 推一个左菜高竿 这样的话 大根六号球角度尽量较直 现在六叫二 尽量较得要近一点 好打一些 太直了啊 高竿 轻推推一下 八号底带 第八局五号胜 比分三比五 谢谢 谢谢 这 这九句 五号开球 十秒 应该是开球时机了 开球时机 五号两次开球时机 再有一次判复一局 两次开球时机 五号后面是 不能再这么小的力量了 肯定是要更大的力量 唐春晓 选择进攻 在开球时机的情况下 对手可以选择 继续进攻 或者是重新开球 继续击打 还有一些特例 就是选择摆上之后 让对手继续从 这也是一种战术 单侧球打进 右边中带附近的 274的位置都不错 主要考虑现在的五号球 有没有机会 可以把这个 红三跟六号球的问题解决 好 这一带 白球向上稍稍有点多 看看会用架杆去打吗 如果可以打进 并且顺利的白球 叫到上方 通过中带再来过渡 这盘球还是有机会可以得分 首先来看准处 没问题 K之后呢 刚好红三右边的底带 还可以进攻 并且角度向上 继续可以利用中带往上蹬 然后利用中带再衔接 上方有可能四号球 最后就作为一个 放弃的一颗球 角度向上 继续 利用低杆往上走 再调七二球中带 打进即可 四号拿掉 可以把左下往底带就可以了 第九局 唐春小胜 比分 六比三 官方暂停十分钟 十分钟未到 判斧一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九万级球器 中十八球领导者 桥氏 荣誉出品 完美双轨设计 三年售后质保 人工省九万 人工省九万 厂家包安装 九万级球器 售后保三年 人工省九万 销售热线 四零零 六零六零 一四七 转二 定生 人工省九万 組房 女工省九万 娘工省再买 女工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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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